我們先慢慢來一步一步來吧 首先你要跟妹妹一定第一件事情 你要先那個有那個話題嗎 我們講話題是很重要的 你要先確認話題 第一個女孩子很奇怪 死都愛面子這是沒有錯 當然男人也會可是女孩子比男人更死愛面子 如果你很愛面子的話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女孩子比你更愛面子 所以說很多我們講舔狗 就是為了滿足女孩子面子 可是最後卻沒辦法掌握他這樣不對 我們今天舉例一件事情 比如說最近有一部那個 部日劇還蠻不錯的 去年到現在好像剛好忙的 叫做 欸 叫什麼穴界風零還什麼的 對對對你跟妹子講電動講漫畫的不理 我現在要講的就是穴界風雲 比如穴界風雲這個東西 穴界風雲那個 你有知道那一部嗎 穴界風雲知道嗎 那個女主角很可愛對不對 如果你跟他聊說 欸幹他不跟他講 你去看北斗神捲把他看完 幹他一定不聊你 蛤小 媽的你要我看什麼漫畫 那麼老的漫畫 看什麼北斗神捲 不可能 你家去看那個幹三小 他一定會覺得你這個人幹莫名其妙對不對 你這樣那個話 可是他問題他不是這樣 他是因為什麼 你要先有一技之長 你有你的專業 你有你的專業 比如那個妹子他的專業在哪裡 我們知道那一部穴界風雲 那個妹子他想要的是什麼 他最自傲的是什麼 最自豪的是什麼 最厲害的是什麼 就是他的按摩嗎 他一直覺得他的按摩可以讓客人覺得很開心很爽 讓客人覺得 喔幹 我很 我很厲害 這是他最自豪的對不對 最自豪的對不對 那可是他最自豪的 你就是要一件事情 你的按摩就是要比他更強 你的按摩比他更強 讓他心服口服 好 讓他心服口服對不對 這是不是就是話題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你懂嗎 以薛月鋒我們就以薛月鋒 我們就我們現在先不要講說我們現實要怎麼樣 我們現在先你看你看那個日劇 他講的其實這也蠻事實的 因為你看齊瀨他的按摩他很自豪 可是問題男主角他的按摩比他更厲害 而且他是什麼 他是用堅持路 然後去改良的 結果讓他心服口 他決定一倍要跟著他 就這樣子跟著他 有沒有是不是這樣 然後第二點 你又忘記了一件重要事情 他跟他講你來這邊上班 做我的助手 一個月一百萬日元 用錢砸 我們現在接下來知道了兩個 他這一部日劇 是不是告訴了我們兩個重要的點 你要追到這麼漂亮 這麼可愛的美人 第一個 你他最自豪的技能 跟最自豪的專業 你要比他強 第二個就是你要給他錢 接下來他就一定是你的 沒有錯 合理嗎 如果我們看這部整個看完是不是這樣 你要這話題受眾真的很少 你可以聊聊你的生活 心情生活發展 最近沒什麼事跟你 也可以聊你空閒 想要去旅行我幹什麼 當然 這個 你看 你看 你跟妹妹妹知道怎麼聊 當然接下來你看 他是不是有這兩個為錢 所以他跟他聊那個漫畫 跟他聊北柔神犬 妹子就會跟你聊 因為妹子看就不懂 不是不懂北柔神犬三小 也不懂 所以主角跟他 所以你說你要跟妹妹有沒有 聊動漫 可以 你可以跟他聊經典加加酒 可是問題要他有興趣 你要你的專業是在他之上 我才會跟你聊這個話題 再來 另外這邊還有問 鋼哥要怎麼追年紀比你大 射精地位比你高的妹子 ok不好意思 來 這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年紀比你大射精地位比你高的妹子 這種妹子其實我也接觸蠻多的 之前也當然追得到 可是大部分是主要被你追 被他追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射精地位比你高 其實是收入比你高 錢也比你多 年紀比你大這也不用講 你如果真的喜歡 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是不是體力很好 至少要看起來很帥 皮膚白白淨淨的 這是第一點對不對 那假設說 你是有這個條件的 ok接下來就調整你的內涵 對他關心 給他溫暖 就很容易追到了 我們先講外表 通常這種女人他要的是 大部分要的是小鮮肉 大部分要的是小鮮肉 可是這種女人 大部分要的是小鮮肉 因為為什麼第一個他已經有錢 你說射精地位比你高 所以在那如果說你不是小鮮肉 不是那一種外表可能比較沒那麼有真相 就像我也沒什麼自信對不對 至少我們要展現出一點 叫做白白淨淨 出門記得不要曬黑 我們講白白淨 記得有空要洗個水 多洗澡頭髮 弄乾淨一點 不要去染髮 因為這種女人 他會比較不喜歡染髮戴耳環 或者是比較前衛的裝扮 你必須裝扮就比較正常樸實 這是吸引他的對不對 很重要嗎 這個很重要 接下來談吐 你要他感覺到你不是很幼稚 雖然你年紀比他小 可是他讓你感覺到 為什麼你的想法 是這麼的高人一等 我們想想法 態度 分析 專業 很有想法 你是個很有想法的人 你開始跟他有話題 比如說好 一件事情很重要 比如說你剛剛 我們現在是不是聊到這個 來來我先把他定起來 剛哥怎麼追年紀比你大 社經紀會比高 記住一件事情 千萬不要跟他聊事業 不要跟他聊 怎麼賺錢 不要跟他聊 如何可以賺大錢 不要跟他聊這種東西 因為這是他驕傲的地方 除非你可以一口氣壓死他 可是我們今天老師講 你有辦法壓死他 你有辦法一口氣壓死他 代表你比他事業多更大 你比他有錢 他扶你 那幹嘛追 幹他他就是你的 可是你 你根本不可能為了 你事業比他大 錢又比他多 你不可能去追一個年紀比你大 你一定要找更年輕的 我們這相對 所以你會問這個問題 代表一件事情 你一定比他沒錢 社經紀會比他低 然後就是各方面都比他差 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去吸引他 好 就是在你的 比如說 他大部分這種缺是什麼 錢賺多的大部分缺是什麼 朋友溫暖感情新鮮感 是不是 信不信我這樣講是不是對不對 很重要 再來 他通常一定會 比如說就是寂寞不滿 他要知道怎麼去排錢 紓壓 你要懂的是這些東西 給他專業的建議 讓他覺得 聽你的我好開心 是不是 聽你的我好開心 對孤單寂寞 覺得會 年紀都比你大了 我們講年紀都比你大 社經地位都比你高了 第一個他不缺事業 不缺錢不缺人脈 千萬不要跟他講說 幹我認識多少兄弟 幹林老師一定被打槍 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怎麼樣賺什麼錢 要買什麼 買什麼投資什麼 看他一定打你槍 這種東西絕對不要去聊 很重要 你要給他的是不同的 比如說 哎 我現在舉例我舉例我舉例 我舉例我舉例 會講 嗯 我覺得像你這麼 有氣質的 女人 我覺得 你一定要專屬於自己的香水 比如說 像熊內 太鮮老 不管是熊內有7號 或者是幾號 都鮮老 如果是Cucci 這種香水 感覺又太妖艷 Dio Dio又太顯明星 感覺你又太作怪 好 就是說 不能展現出你獨特的氣質 我給你建議 然後他就開始聽 他說哎 有什麼建議 他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你講熊內有不適合他 為什麼你講Cucci不適合他 為什麼你講Dio不適合他 那到底是什麼香水適合他 他就開始想要跟你講 他說 你比如說你給他推薦 我們順便講個牌子的 比如說 你跟他講 比如說Jimiju Jimiju這個香水 他有一款 叫做東京田 東京田 東京田的意思就是說 TOKYO SWEET 東京田 這一款就很適合你 他就說怪怪 為什麼是你拿出來 我們以 一個經濟的女強人來講 日本 的女強人是讓人家敬重 但是 因為顯得 太過於 嚴謹與成熟 所以他會帶Sweet的味道 他是屬於粉紅色淡淡的香味 像這種香水就很符合 你 那你就把這瓶香水買好 就這樣送給他 一瓶香水一千多塊 也就是很多 一千多塊應該買得起 你就這樣送給他 你說 我希望 這是送給你 專屬於 你的味道 你可以散發出 你 職場女強人的魅力 而且又有女孩的甜味跟性感 就是說 我很想 我非常喜歡跟你出去 而且走在路上 因為有一種 你有一種那種魅力散發出來 讓人家感受到 在配合上我送你的香水 而且那你的穿著 就比如說我的穿著 可能就會比較 比如說像他是那個 我說我希望你穿著是比較 比較屬於法式洋裝系列 然後我的穿著會比較 韓式風格 像那種穿著 我們兩個你出去 一定是大家 羨慕的眼光 你這樣講幹 這個女的你追不到嗎 我隨便你好不好 好不好